打通 所以現在的圓環其實跟你小時候的圓環是不一樣的 是往後退了50公尺 所以它周邊的住家是很緊鄰的 所以那邊只要辦活動就有人抗議 太靠近了 就很靠近嘛 只要辦活動就抗議 而且你知道它整個建築物 這奇怪我都不知道這標案是怎麼過的 你知道那個資難使用的 第一個它的樓地板 它有沒有想哪有什麼樓地板面積 它沒有一塊是正方形的 它沒有什麼面積非常少 它還有高低落差 那樣的地方竟然沒有地下停車場 而且那樣的地方你坦白想 因為你旁邊有寧夏夜市 你就應該把捷運跟那個地方出口結合 而且那個地方的那個動線交通是 降過來也不對 降過去也不對 因為它往後退了 所以那個地方註定要死掉 然後再來還有 你只要停車去吃一個飯 不可能嘛 然後再來它當時是挖到一個 二戰時候的那個防空蓄水池 因為那個美軍轟炸 所以有個防空蓄水池 就是因為怕 因為炸彈之後會火災嘛 那當時就是光是那個 就搞了八個月 到底它是不是古蹟 那如果它是古蹟 你就不要再蓋了 你就乾脆 就把它變個開放空間就好了嘛 開放空間就好了嘛 可是問題是怎麼樣 是因為已經標案出去了 而且我告訴你 標案還是高雄的團隊來做的 又不是在地的人 你今天要做一個任何 你說像那個之前東山河 是不是那個日本的那個團隊 在宜蘭住多久 去感受一下這個地方要配合什麼 那你根本沒有去跟它在地的 這個文化的一個結合 你已經做這樣子了 好於是呢就改變更嘛 就說好那個 就本來要挖地下室 它本來美食界要放在地下室 可是因為挖到那個防空蓄水池 所以就說不行 這是古蹟 就不能動了 不能動之後 那你就改變整個規劃 沒有 它要照原來的東西 再給它套上去 所以沒有地下停車場 沒有地下美食界 地下就不見了 那上面本來它是要做回廊式 那種古根漢那種 回廊式的那種展覽 可是那個 那個 裡面室內有室外 空間那麼小 我真的 空間很小 我真的不知道那是什麼想法 你知道嗎 然後你知道嗎 結果這個地方就變成這樣 似不像 超級難用 而且它上面呢 又是用 本來還用露天的打開的 哇你咧 啊這個 你知道那個冷氣費有多貴嗎 後來沒辦法再用玻璃罩封起來 封呢又封不好 又一直會漏水 經常還要那個接水 你知道嗎 而且你知道嗎 一開始沒有瓦斯耶 沒有啊 對啊因為 你知道那個圓環拆掉 因為當時圓環都不會吃的比較多 那原本就是 原本的圓環的攤商 有一部分要移到這裡面來 你要煮吃的 說沒有空間 沒有瓦斯 理由是說怕火警 那個攤商問說 我煮吃的沒有瓦斯 他說沒關係 你家裡煮好冷凍 我們才有微波爐 這樣我去超商買冷豆食品就好了 美食 夜市的地獄就不見了 所以一開始真的是沒有瓦斯 那你像士林 現在放在地下室 大家反應也是一樣 你就是台灣人就是要露天吃夜室 然後你放在地下室 那我今天很難過的是說 像這種巨蛋 你根本不要想 你也不要研發了 你就去國外好好的 你就給它一坐搬過來就好 這樣子都沒有那麼難吧 都很困難嗎 對不對 都很困難 而且它還怕我們的造價還 你國外高很多 我們現在就可以 真的我告訴你 你就會有一個很奇怪的 你知道嗎 你蓋個硬體 還容易 蓋錯就放在那邊嗎 你要經營它 你要經營它有多難 多難 多難 就像現在那個哪裡 敦華人物那個地方 那樣也是經營的很困難 小巨蛋 小巨蛋 不是我覺得選柯P有個好處 因為大家現在批評它很多 你說什麼士大域的選手村會怎麼樣 你都沒有經過講 可是我覺得 他現在還沒有當市長 可是他是用那種市民的觀點 去看很多問題 就是說 這個巨蛋你為什麼會是這個樣子 然後你在 你開我台北市的錢 為什麼沒有分到國宅 對 你士大域為什麼選手村是這樣 我覺得以後他可能會調整說 原來是怎麼樣 但是我覺得他都先先用我們市民 原先就質疑的角度 去看這些問題 然後我覺得他會找出一個新的方法 所以如果我們繼續在選國民黨的人 我跟你講這些都沒有問題 都不會出現 都照做什麼都照做 然後到時候的問題都一大堆 所以我覺得說他現在是 就是 人家說你這沒進去或怎樣 可是我後來發現 他都是 就是不懂 他就是不懂 他就是不懂 他用市民問 明明當時BOT講就是 要給我們一個棒球場 現在給不出棒球場 這怎麼過的 對啊 所以 這怎麼過的 所以這要不是科病 這東西會 會繼續這樣蓋 所以我是希望 怎麼過的就是主棋試者說OK 下面的官僚就OK 就是OK啊 很簡單啊 怎麼過的 下面有人敢講不嗎 馬總統說有ECFA 外國人會來台灣投資 結果ECFA來說 外國人是到國外投資 我跟你講 以後的棒球賽 國際棒球賽 有分量級 對 輕量級 日本叫重量級 美國叫超重量級 我們台灣叫雨量級 沒有啦 就受棒可以在這邊打 這就是 打棒球嘛 國際標準的一個棒球場 那個土地夠不夠 夠 絕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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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來就棒球場 本來就棒球場 那你要長天排舞台椅子 做出來的棒球場 比這還標準好不好 當時我跟你講 因為其實全世界有巨蛋的城市 全世界的巨蛋裡面 大概99%都在賠錢 因為要維護一個巨蛋 其實光靠比賽是不夠的 所以當時馬英九為了要蓋巨蛋 那因為他也知道 其實大家都知道 你光只有巨蛋是一定賠錢 那你賠錢BOT不會有人要做 所以要增加它的附加價值 其實這個我不反對 因為你總是要給人 至少可以小賺一點錢嘛 可是你賺到現在 剛剛每人講說 我們現在蓋了一個四不巷 請問那個地方叫文創園區 還是叫百貨公司 體育文化區 對 它原本叫體育文化園區 就是你要做體育相關的嘛 那結果現在搞成 又不能打棒球的巨蛋 然後又有電影院 又有類似像百貨公司的商場 又有一棟四不巷的什麼 什麼富邦文創園區 以後威廉波特就在這裡打 對啊對啊對啊 人家叫威廉波特 就只能在威廉波特比 所以你搞了一個四不巷 然後花了那麼多錢 這到底要幹什麼 其實你如果把我 等一下好不好 不好意思這邊 先休息這個廣告 對啊這就是廣告 對啊就蓋一個垃圾床 開口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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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蚊子館就是上來 兩萬多 新聞 畫畫畫 四射七千人的逃生 誰負責我們 為什麼要蓋個這麼危險的東西 所以我告訴你 我覺得趙城熊 你也不要想說 你在蓋這個東西 你要賺多少錢 我跟你講光舉辦 活動之後的疏散 如果發生事情 我怪我問你 你就賠不完了 對這個 所以我覺得你趙城熊 你自己要想清楚 你看那個什麼樓高 三米五米 差多少錢啊 二十公尺的 二十公尺的 差兩三公尺 你就在計較這些東西 覺得我插個話 四射七千個人的逃生 按照蓮煌剛剛講的 你只要那個五公尺 把它降到三公尺 就沒事 就沒事 對我就說你計較 我跟各位講一下嗎 再來回來就是說 遠雄當初拿了這個BOT案 沒有經過評估嗎 覺得這個是有利可圖 有利可圖 他才做的嘛 那為什麼搞到現在 他必須要一起去增加樓梯短面積 因為後來有管越 遠雄是不是 也會發現跟官方打交道 真的是以一個很恐怖的事情 沒有沒有沒有 他們是最近的建設跟建築 都是這樣的 原先講好的事情 就不斷追加嘛 不斷的改變 美盒事就是這樣 然後不斷的改變 所以這會不會變成一種慣性 所以不要特別是 不要工程人員就說 事先講的都不算 後來大家換換 一定有利益 有利益的 我講一個簡單的故事 這次 不是林口國宅嗎 你知道他總共變更幾次 林口國宅 就國宅嘛 就是這次這個選手樓 變更八次 然後八次裡面是87天裡面 變更八次還延標 然後最經典的事情是什麼 你知道嗎 當年當年是八次 當年要去投標的前三天 地基圖已經流露在市場上 都可以收到 結果三天後 真的投標場上 啊 我拿到的這個圖 原來真的跟三年前看到的圖 是一樣的 然後呢 重點來了 也是一樣是樓地板面積一樣 好本來呢 這個地下室要算進樓地板面積 後來不用算了 所以呢 標案的價格不變 但是你成本少8% 這代表什麼 台北市政府從雙子氣 還有很多案子 都看到一件事情 是先射箭再畫吧 所以 但是問題是啊 他們新公處辦了這麼多案子 難道不知道設計圖要這麼畫嗎 那舉例說明 雙子星難道不會是這樣嗎 雙子星也是變更又變更 然後沒有利潤1.6% 就丟出來一個雙子星團隊 原來是變成團隊 幹嘛你知道 得標之後一樣變更 你知道 柯文哲的長吾記蔡明聰嗎 對 他有跟他說我告告不贏你 但是你是來的道德有爭議 社會觀感 社會觀感 我講一件事很嚴重 就是這個7000人的出口 他說我告不贏 合約不是他定 這個 這個變更 你看這人有釘嗎 對啊 蔡明聰也算大頭雞 他們直接這樣說 他講實話啊 這個變更 最早是互術團體出來吵 誰在變更啊 可是我覺得啦 術在人在術往人往 怎麼講你知道嗎 你知道齁 如果大巨蛋出事的時候 什麼事很難講 火災 火災可以預防 地震你沒有辦法預防 恐怖攻擊 各式各樣 當這個人群要疏散的時候 危機來了 那個是什麼危機 因為齁 我們疏散應該是平地疏散 你現在搞了一個地下道 地下道下去 我跟你講 那個就是一個致命危機 大家知道上海過年 踩死人是怎麼踩的嗎 他其實就是在座橋下 你知道喔 那個人群在移動的時候 比方說這裡下去對不對 如果下到那裡 開始有人跌倒 就整個是骨牌 不是骨牌 後面的人就踩上去 為什麼 因為他是比較低的地方 後面的人推著我 我就踩上去 就這樣三十幾個人 一下就死掉了 因為那是幾千斤 幾萬斤 後來踩上去的重量 你在疏散 你絕對不可能設計一個 往下的通道 這個一定會出人命的啦 只要有一個意外 馬上就推擠 所以你可以想到 地下通道在疏散的時候 他還要想到說 我疏散的時候 我可以去買東西喔 那太扯了 那是正常離場的情況啦 對 這位老闆真的很天才嗎 可是我跟你講 每人剛剛問一個關鍵 就說 趙騰雄為什麼想辦法 增加樓地板面積 那就回到我剛剛講的 原始的簽約給趙騰雄 是七萬九千多匹 後來好龍斌跟遠雄換約喔 不是馬來九換約 是好龍斌換約 有少下來 少掉一萬多匹 對 給蔡民宗拿走了 是嗎 你少掉一萬多匹 給他兩萬多匹 給他兩萬多匹 因為還有旁邊的地 因為那個叫做 互邦松山燕廠 文創園區 對 可是松山燕廠的文創園區 可以開旅館 旅館算文創嗎 文創旅館 還是說那個旅館 非常有文化氣息 每個人住一晚出來 變成徐治郎 那我也認了 對 還會迎師 對 所以柯P為什麼講說 我告不贏你 可是你這個社會感不好 這句話有重點喔 不要忘記了 現在富邦已 衛福部要給他們討 他就沒辦法 這個人畜共通衛福部跟農委 應該合作對不對 你可不可以給我看 今年的那些抗扁揚機檢查 不行 這是精力無鎮 嗯